才更懂自己这么一个人 一三 其实很多事物没有得到时总觉得美好 得到之后才开始明白 我们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 一四 生命之灯因热情而点燃 生命之周因叛薄而弦 行 一物我们不能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不能虚幻以设想 如果自己去做某一件事一定会比别人做得好 在想象之后 更加重要的是把思想转化为行动 一步一步必去接近目标 十六 只有在落魄时候才懂 愿拉你一把的人和其少 只有在最穷时才懂 在好的感情也难遗现时 人不贪却都怕失苦 只有在漫长生活才懂 浪漫已忍耐难 人愿能爱你却少人愿愿你 十七 只有行动才能抚平梦想带来的躁动不安 我们认定了 我们认定了只要奋斗 一切都还有希望 毕竟我们还年轻 于是 我们每日每夜的飘灯苦战 在旅途中挥洒着热血 然而总有些人会背道而驰 十八成功与失败 是赋予每个人公平的待遇 成功没有顶点 你越努力爬的越高 失败也没有不底 你越放弃越下跺 不珍惜今天你会失去明天 不去耕耘永无收获 依旧生命有期限 但当你不断地进行自我探索 在努力中完善自己的时候 跟人相处之时 不断地调整自己 你就会发现生命也是无止境的 可以无止境的 你可以去向美好 老苏梅叫